大家好 我们张富前人前研究中心 非常乐意跟华国的代表处 一起来办这一场的活动 我们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十分有经验 因为在十年前 我们也跟华国的代表处 一起办了一个活动 那个时候是纪念一个两百年的诞生 那讨论一个对这个女性主义的看法 对死刑的看法 那我们还出了一本书 那这个题目呢 也叫做跟我们今天晚上一样 也叫做是文学跟社会的关怀 所以这是我们再度跟华国办事处的一个合作的经验 我想我也期待 而且我也非常深信 这一场的讨论一定会带来的很多新的看法 有好些新的前世 也对台湾汇除死刑的运动有所帮助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讨论 是倾向你维持持实行的 看来会除事情 还得经过一段 我当不像是很长的路 还得经过大家的努力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徐家华 张宣芬两位女生 还有吴希德 以及秦天隆 吴威先生 我们今天的座谈会 先由吴希德院长 他是大量化吴希德教授 同时也是在家外语学院的院长 他长时间以来 对于 他自己是历史学者 然后他长时间以来 对于法国的思想的引界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今天非常高兴的 我在那个简单的介绍上面提到说 我们今天有轻装备的 轻装备的研究 卡密尔的学者 一起来到今天的现场 那我把吴老师视为是装备 那待会我们会再听到 徐家华徐老师 他的有关于卡密尔在台湾 的这一个报告 那我们先邀请吴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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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